哈喽,是不是还在为不知道如何控水,而不敢学习中国话呢?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中国话中的控水 中国话主要是通过墨的干、湿、浓、淡、清 来表现物相的远近、凹凸、明暗、阴阳、躁润和滑涩 在中国话里面,墨不单单是指黑色,墨分五色 分为胶、浓、重、淡、清 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解一下如何控水 把这五个颜色画得更好一些 首先我们是在碟子上面倒好一点点的墨 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试吧 首先我们是用毛笔先在清水里面把它湿润好 润好笔 然后呢,我们现在的毛笔上面是有水分的 那我们先在碟子的空白处先把这个水分先刮一刮 因为我们画的是清末 所以我们尽量是用笔尖尖去沾 沾取这个出来的这一些淡淡的墨色 我们这样呢,就是要先把毛笔在碟子的边边上多刮几下 尽量是把水分给刮的八九成干 那我们再准备一个深圈纸 然后我们把毛笔在深圈纸上面压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在我们的作品中去画了 这样就是我们的清末 那我们如果说有同学说想要画清末的枯笔 那我们怎么去表现呢 我们同样的手法 因为我们现在毛笔在碟子的边边上已经刮得很干了 那我们呢,可以用深圈纸 废旧的深圈纸去吸一吸毛笔上面的水分 我们试一下 现在拖出来这些枯笔 我们就可以画在作品中去感受一下清末的枯笔是怎么样的 好了,那么我们说一下淡墨 我们先把毛笔在这个清末这个水分里面先润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的毛笔上的水分呢,是比较干的 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同样的手法,用毛笔的尖尖 一定是用毛笔的尖尖哦 不要用毛笔的肚子去沾墨 因为毛笔的尖尖 我们沾出来的墨呢,只有一点点 就不会很重 稍微多站一点点 我们把这个墨色给它区分开 那我们现在呢,可以在碟子上面清楚的看到这个墨色的变化 是比刚刚的清末要重一些的 我们同样的是要把毛笔在碟子的边边上剥刮几下 然后我们用深圈纸压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颜色 就很好了 然后我们来画一下试试看 那我们说要画淡墨的枯笔 怎么办呢 同样的,我们把毛笔放在深圈纸上压干 然后我们再去感受一下 这样的枯笔是不是就很好了 那我们再去画一下重墨 我们把毛笔的尖尖,用毛笔的尖尖去沾清水 稍微沾一点清水 在碟子上给它润一润 因为是重墨,所以我们的墨色可以调多一点点 好了,这个程度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同样的,我们用深圈纸去压一下 看看墨色 好了,我们去画吧 这样是不是就好很多了 同样的,我们要是要画枯笔的话 就压干 那我们再去表现浓墨 那浓墨呢,是比重墨还要重一点的 那我们笔尖再去沾一点点的水分 然后我们把这个墨色给润开 可以多一点的墨色 我们再压一下 基本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毛笔上的水分是很少的 那我们去画一下吧 浓墨呢,如果要画枯笔 那我们都是同样的手法 在我们的深圈纸上多压几下 然后我们去画 它会有一些干湿的对比 那我们再看一下浇墨 浇墨呢,我们是 我们可以直接 沾一点点的水分 润一下,同样是 然后我们直接去沾这个墨 直接把笔肚子上也沾上这个 倒出来的墨 基本上它是不会直接沾墨的话 它是基本上是不会阴开的 能不能感受到这个浇墨的墨色是非常重的 那我们再去看一下枯笔 枯笔呢,同样的压一下 把它水分压干 然后我们再去感受一下 是非常非常枯的 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啦 点点关注